今天小年夜 台北市有許多民眾 也特地出門採買年貨 尤其兩年疫情之後 迪化街首次復辦實體年貨大街 也允許民眾試吃 讓整條街人氣搶搶棍 民眾坦言 這樣子才有年味 但是業者也表示 比起疫情前 業績還是少了三場左右 舞蹈會的壓掌 新鮮會跳的 新鮮會跳的 老闆絕招 跳舞帽子戴上頭 年貨大街尬腳麥 臨近攤位當然不甘示弱 連續兩年 迪化街沒有實體 年貨大街 今年終於年味回來了 買年貨最大看點 就是到處有試吃 這邊那邊 還有這一頭 吃到超級嗨 但疫情才剛剛趨緩 原本北市府宣傳 希望定點試吃 但實際觀察現場 大部分民眾 還是邊走邊吃 如果跟正常的年貨大街 相比的話 人潮是大概少了三成 他終於看到四次 我們不知道 當然會比較好 民眾比較願意 來逛來看 這樣 買機比起疫情前 少三成 過往各攤 聘請供讀生 叫賣的場景也變少 只有這攤 傳統林嘴 咖哩咖哩 排隊人榮 堪成第一 以前有兩三家 今年只有他有而已 一四一百 要買要快 不過小年夜 強採購 年貨大街 還算是生意興隆 過年好去處 年貨大街 記者陳武強 黃承博 台湖到